這季難關 民進黨的立委丹奧平 最近看到IMB的詐騙案件 掌情也選佈替算 丹奧平載起真是就好問 說自己是寫好到替算的聲明 才向他的黨主席勞請到 來報告到替算的決定 他說替算是反為清白的開始 也是有到要顧轉到政治代表 以後由相關的人數 專利來配合到檢調調查 讓所有的生涯者都能得到公平和正義 我在此 再次 深深一集說 跟大家致歉 究竟會失禮是到去IMB照片案 民進黨立委丹奧平 一正是選佈 退出立委的選起 為了捍衛清白及顧全政治 政治大局 我在此 正式宣佈 退出2024 宜蘭立委選舉 真正的 鄉鄉第一人 說沒有連結 不過三天前 但後面有時 大黨主席說 若是跟照片一團 有九個就退選 這時退選 豈不是審進 有關是黑 我的清白無價 也將事實捍衛 我不想因為宜蘭 而是這一席的立委 更不想影響到總統的大局 說是為了這個黨 不過IMB照片案 但是有很多人的大局 都參加過相關的活動 但若偶在這時選佈退選 若要得到以後 應該是落主席出手 我在昨天晚上已經令我搞的時候 才跟主席報告 我決定退選 我希望主席能夠原諒我 沒辦法再這場選舉跟他並進走散 布里閣國民黨議員 上司說還有一次押了 人們才押了IMB 剛才提供流動大部分的造車 讓彈歐票使用 說今後的地址 又是離空了那一年 既然關進步 有路聯名的定義地址 這裡單位理事長 強多強就是丹歐票的太太 我在這裡講什麼 大家也不相信 還是先檢查詳細查明 相關議員都交給檢調 民進黨中央也發聲明 希望檢訪中情辦案 不讓萬能好人 聽聲派人 晚節九點邀請您 與世界同步 六十分鐘掌握全球脈動 What News 9 陳雅玲世界環報 給您崭新視野 星期五 六十分鐘掌握全球